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就终于去到哈的村落 那有哈的 village 因為是一個 village 它是沒有酒店的 所以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一個由主宅該做的民宿 就是當地人的家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住的那間屋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盆裝著這些水 以前就是用來流一些天然的雨水 那就是你之後在村上用 但現在真的是裝備用 也很有趣 它的屋頂全部都放在石頭那些木板 但它其餘從眼線上看到的那些位置 全部都裝備得很漂亮 是畫了很多裝飾那些橋樑 逐個畫 很有神奇 給大家看看我們這個 我們是煮一條村的景色 也不是只有一間是這樣 每間都是這麼漂亮的 第一個很神奇的位置就是這些這麼漂亮 這麼傳統的屋 上面其實是鐵皮的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住的 是別人家改裝而成的 guest house 這個就是我們早餐的地方 自助餐形式 你看到很多壁畫 外面有很漂亮的風景 那我們的朋友在這裡寫著什麼呢 原來就是寫著這個 住後感 很厲害的 去本書 周遊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留言 非常之好 那很多時候這些民宿的中間都會有一個火爐 在不同大的房間都會有一個火爐 那這個煙通可能就會通到不同的房間的底部 或者是旁邊 那就令到家裡其餘的部分都可以暖粒粒的 我們這個旅程其實都去了很多間廟 包括特別是去到high的地方 我想一天起碼去了四五間不同的廟 又新的又舊的 其實寺廟這件事 在丹丹來說 其實都有不同的意思 去寺廟外圍的地方 很多時候就是居民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空曠的地方是很大 是讓他們去舉行其他的儀式 舉行一些Festival的時候就在那裡做了 這些盆全部都是用車梯做的 你看到嗎?很環保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廟 是九世紀現造移城的 你看到風景很美 我們其中一個去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高山那裡 前一集我們就去了TigerNess 那就是有一個連絲的腳印 那另外一個腳印呢 就是在這個 在高山的這個廟裡面 這個廟裡面是不可以拍照的 所以就沒有拍到 外表呢 我也想拍的 其實但是也是拍不到的 因為它吊了在懸崖的外面 所以只看到很狹窄的登山路徑 那就完全看不到這個廟了 這裡呢 如果仔細一點看 你會發現地面是很亮的 因為呢 這裡的礦物質天然很多 所以呢 整個地面都是反光 好像這個石頭也是這樣反光 現場看就真的很漂亮 好像 一些星星在地面上 非常漂亮 其實呢 一般呢 是不單地很少見到這麼多人的 純粹是因為 有位師傅在附近 見一下當地的人 那這些居民呢 就全部聚集了 希望可以見到這位師傅的一面 你現在看到這裡的人數差不多是幾個村落 或者再遠一點的人一起來都聚在一起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北丹的酒店 那今天去到的這個就是 Six Senses 那你會見到 所有的裝修是富有這個北丹的特色 很漂亮很寧靜 它的風景當然是非常之漂亮 那有好處有不好處 你去選擇這些很漂亮的酒店的時候 其實它來這個市區是會有多了一段的距離的 但是都值得的 如果你是想去一個很輕鬆的旅行 那食物方面呢 他們也是會服服一些 Local Food 但是同時間呢 他們也會服服一個 International的菜單 另外他們在晚上的時候 一間酒店幫我們安排在酒店附近 一個古蹟的地方 這個古蹟是屬於 別人的 但是他們就租了來 做一個起床的帳篷 這樣就被我們在裡面欣賞 請了一條Crew回來 去做一個不單傳統的舞蹈 在欣賞這個表現之外呢 就會不停在你旁邊上菜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而且那一晚真的很開心 那一晚 但是留意回 如果你真的想有一個這麼正 這麼好的享受呢 那你真的要預早跟一間酒店 又或者是你的Travel Agent 去預訂好這件事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沒有這麼多預算 你是想更簡單單單 但是也想看看民族的舞蹈 其實在當地 Local 一點 都有去自己的餐廳 有時候他都會安排到這些表演 對了 買手信 其實就是一條手信街 因為不單是一個佛教國家 所以他的手信 是分開兩大類 第一就是不單的文化有關的手信 另外一個最大特色 就是一些佛教用品 包括一些唐卡 唐卡就是一些佛教的畫 不單的那些唐卡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尼佛爾的畫家 畫完之後拿過去 接著也會有很多的香 這些手造的香 打坐的時候用 又或者想令到屋子的氣味好一點 又可以用 不單之旅來到這裡 受三個一段落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旅行之上 還有其他搞笑的影片 那你記得去Subscribe 做麥勁電視了 Bye